来关键安顺鞋塔辉煌条文集会调查见证 皮里州总警长纳杜阿兹兹证实 警方已经传召五名伊斯兰党党员问话 包括两名伊党州议员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接获八宗相关投报 调查报告完成后将送交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法律组 寻求建业并提呈给总检察署 以定夺下一步行动 tentang kibar jalur gemilang dalam konteks kes ini tidak ada kesalahan yang kita ambil kesalahan mereka itu berhimpun tanpa memaklumkan kepada ketua polis daerah untuk mendapat kebenaran daripada ketua polis daerah untuk memberi notis yang kepada ketua polis daerah tidak ada kesalahan aku ada kesalahan 毕丽州总警长阿兹兹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警方是根据2012年 和平集会法令第九之一 未经警方许可 举行集会条文调查案件 昨天早上十点 传照了包括 伊斯兰党毕丽州主席 艰辛盲魏州议员拉兹曼 以及石令星州议员 沙利胡丁在内的五人录共 另外针对在同一地点 举行的马来西亚国际关公文化节 出现挥舞中国五星红旗事件 他透露警方调查发现 主办方是在9月6号申请活动准证 并在10月2号获批 但因为允许外国人参与游行 违反了准证条件 警方至今一共接获了 60亿宗相关投报 涉嫌举齐的案件 同样也会转交总检察署 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